美方在报告中对中国正常的核力量现代化指手画脚 妄加揣测 明目张胆地针对中国量身定制核威慑战略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 我们正告美方 中方有能力 有信心 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美方的核讹诈 吓不倒中国 我们高度赞赏普京总统的积极表态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 中俄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 作为彼此最大邻国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中俄关系始终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基础上 目的是促进两国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俄方表示愿同乌克兰 美国等开展对话 恢复谈判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希望有关各方加大外交努力 通过谈判等政治途径 尽快推动局势缓和乃至解决 双方还讨论了不允许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 中方认为应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在台湾 在台湾的飞桶 左卷 对话 关加